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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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每个教会都要奉献的时间 带奉献带传过来的时候 他说 奉献 我跟他说 你还不是基督徒 你不愿意不是要奉献吗 他说 不行不行 还要奉献 要我去庙呢 都加点香油 去教会 自然的奉献吧 他不是勉强 他就感觉这个是应该的吧 好像你参加什么会啊 你叫会费 你入了党 你要叫党费 应该嘛 很多很大人都没叫党费了 你参加那个CAA 你应该叫那个CAA的费用 这个很自然自动的 最近呢 我收到那个我们马克文政府给的一个税单 现在他说 你可以自动账户单转过来 自动转账 就是说 你把那个银行资料给他的 那个税 每一个月 每一个月 他自动的从那个库口里面把那个地税把它转过来 你不用去想吧 那 我们基督徒呢 奉献是否我们 这个很自动的 常常奉献 来到教会以后自然的做奉献 这已经不用再思考 很自然的 自动的行为呢 今天我们跟大家想一下 奉献它的意义是在哪里 为什么教会 新约的教会 旧约的犹太人他们的敬拜奉献都很重要 是否我们基督教看金钱特别看重呢 就是要钱 所以有些人都不太习惯 我们去教会 我去过中南北洲 他们探访一些传福音的时间 有些人在华侨他说我不喜欢去基督教会 喜欢去天主教会 为什么呢 基督教常常说十亿奉献 十亿奉献我 很幸福赚了十块钱拿我一块钱 拿我的命嘛 天主教他们不说奉献呢 所以我去了 都是尽管上帝找够便宜一点的上帝 这个木节 其实天主教也有奉献 但是人家南北洲的天主教 他们的地很多 拥有很多财产 所以他们就 其实他们就拿了很多好处 为什么教会 圣经里面提到奉献 金钱的奉献呢 要上帝要从我们口袋里面拿钱吗 那其实呢 我们都知道 金钱对每一个人的生活很重要 对不对 同意吗 有没有说我不同意的 应该没有啊 没有啊 金钱很重要 没金钱 我们今天能聚会吗 没钱交电费 这电费的 没有电费的吗 砍掉了 我们就没有 不能有灯 没金钱的话 我们 我们没有电话 什么都没有 对吧 金钱很重要 在我们人生当中 非常重要的事情 但是金钱是最重要吗 有些人认为金钱是最重要的 有金钱 什么亲情啊 都不重要 有钱就可以了 在圣经的基础当中呢 圣经的人生观里面 金钱很重要 但是不是最重要 在圣经的原则当中 上帝最高 人 然后呢 物质 金钱最高 最高 是第三 上帝第一 人第二 金钱 物质 第三 这个次序很重要 假如搞错的话呢 人生呢 就产生很多很多的问题啊 今天 我们讲奉献 奉献 这个题目呢 对一个牧师来讲不好讲的 因为很多人也误会了 牧师一定讲奉献嘛 你们奉献越多 我的身水越多 又增加 搞错了 我的身水拿多少呢 不是我来决定 也不是按照奉献多少来决定 我们那个每一年有过预训 基本上 牧师传道人的身水 都已经定下来了 而且教会奉献越多 没有bonus 你知道吗 那公司啊 那个CEO 赚钱赚很多了 牧师可以有 那个CEO 会拿bonus 你把他赶走的话 他会拿很多钱 牧师没有这个待遇的 我们的bonus在哪里呢 我们的bonus在上帝哪里 以后才拿 现在没拿那个金钱的bonus 知道bonus是什么 知道啊 bonus中文怎么说啊 掌金 对 没有掌金的 没有bonus 我们的掌金在哪里呢 在天上的父赐给我们 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那个掌金 比地上的金钱更重要 所以呢 我们基督徒在基督徒的信仰的生活当中 学习金钱的奉献 是个很重要的属灵的操练 OK 今天我们从哥连多教会当中 来学习一下 奉献再次 不要怕亡 今天我们听完了以后呢 等一下我们奉献时间 不是自动的 好像没有感觉 没有心情的 都放进去的 都能奉献 是从心里面有感动的 不在乎那个信封里面有多少金钱 有感动的 代表我们的人生的奉献 才可以得到神的喜悦 才可以为我们带来 人生的快乐 人生的喜悦 好 我们回到刚才读经的经文里面 好不好 这里呢 经文有三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呢 有一种的奉献的道理 就是说贫穷 非常贫穷当中呢 仍然能够奉献的 他说 弟兄们 我把神赐给 马其顿的 宗教会的恩 告诉你们 什么恩呢 是他们很富有吗 不是 他们的恩典呢 就是在他们的奉献当中 这个恩就是奉献 就是他们在患难中 受大失念的时候 仍有满足的快乐 在极重之间 还格外的显出他们乐专的 厚恩 加一字 厚 保罗看为马其顿的教会 他们是充满恩典的教会 从哪里表现出来呢 就是在他们很乐地的捐助的表现出来 那当时的问题是怎么样呢 当时在耶路撒冷的教会 他们出现经济的困难 有大饥荒 饥荒 他们受到大大的批波等等 很困难 所以呢 其他的外地的教会呢 他们就募捐 贷的钱 专做母会嘛 耶路撒冷是他们的母会 所有当时的教会 都从耶路撒冷开始的 武存节 好几千人信主 后来面对很大的批波 所以基督徒跑了 往各地去传婚姻 建立了很多的教会 母会呢 还是耶路撒冷的教会 但是他们虽然是母亲 但是现在面对很大的困难 其他的孩子的教会呢 来帮忙他 OK 当然 有一些教会 他们比较富有一点的 这可以帮忙多一点 但是呢 马其顿这些教会呢 其中有两个比较著名的 一个是菲利比的教会 一个是田山农尼加的教会 他们一点都不富有 他们保罗说极穷啊 他们开始 菲利比的教会 在使徒行传十六章 怎么开始的 就是保罗在监牢当中 建立起来 说信主的人 不是富人 坐牢的 当兵的一些人 都不是很富有的人 他们信主了 非常困难当中 天山农尼加的教会 保罗传福音 当时也要有牛太人去 起来攻击他们 也抓他们在监牢里面 所以两个城市 他们这个教会建立 都是大患难 大肆虐的事件 在这么困难的环境当中 信徒啊 也没有太多的资源 而且这两个城市 跟哥林多 罗马不一样 不是富有经济的城市 都是普通的城市 所以呢 当时教会 马其顿的教会 他们是贫穷的教会 贫穷的教会 怎么可以奉献呢 保罗他们说 他们有很厚的恩典 他们虽然极度的贫穷 但是 竟然可以按着力量 不但按着力量 而且过了力量 自己甘心乐意的奉献 不但如此 他们再三地求他 可能保罗说 你们算了 不可以啊 你们现在很求 但是他们说 不要 保罗你让我们参与 再三地求他 准他们在供给圣徒的恩情上 有份 可能保罗也算他们 你们现在 教会有很多需要 你们可以暂时不用捐吧 但是他们求保罗 一定要专 那各位弟兄姐 我们奉献专 专注给别人 其中一个最大的障碍 就是感觉我们不足啊 对不对 心盈明光 刚才还没涨到工作 我那传款放在银行里面 一天付房租 又少了一千几百块 还没找到工作 那个传款 不断的往下 往下走 哎呀怎么办 再奉献 奉献一百块钱 就少了一百块钱 我房租五百块钱 那可以付五分之一的房租啊 可以买菜一百块钱 一个月的菜差不多了 奉献一百块钱 那我一个月的菜的金钱都没了 我们一般的奉献最大的挑战 就是我们觉得自己很贫穷啊 不够 可能不是真的很贫穷 但是我们的传款就这么多 我们自己怎么办 我们当中很多的有一些 日语堂比较多一点啊 但是退休的人士 我们都有这个心态 哎呀我退休了 退休我有点传款 就是我医生赚钱 放在那个银行里面 什么RRSP啊 放在那边 但是现在没有工作 没有收入的 我就吃我的老板 啊广的话是棺材板啊 棍串 就差不多 就这样了 我吃这个 这个是我医生剩下的钱 不是很多啊 但是呢 我怎么能够奉献呢 奉献就是把它 就把一部分把它送走 那我的钱越来越少 我就很穷啊 我不行 我不能奉献太多 一点点吧 这个是我们很多人奉献的难关 刚才我提到一些 一些在我们去南美洲 传福音的时间 他们说 我这个金钱很辛苦 赚回来的 学汉钱 因为治安不好 他们做生意赚的钱 都是学赚回来 因为人家开枪 打完 一不小心 打过来 就受伤了 啊 雅买加他们是学汉钱 哇 我这个学汉钱 这一百块钱啊 是我的 一只手啊 一个手臂 是我的 是我的命啊 那 就是因为这个感觉嘛 所以我们的奉献是 奉献是一个富有的人才做啊 我们是普通的平民百姓 啊 穷人 所以我们不能奉献啊 不能奉献太多 对不对 自然的想法 但是这个马其敦的教会 他们是非常贫穷 自己什么都没有 但是他们感觉 哎 要多上党的教会 他们比我还不如啊 还 我们虽然非常贫穷 竟然能够拿出一点金钱出来 来支持耶路上党的教会 他们的秘诀在哪里 贫穷 非常穷的 保罗说 极穷啊 非常非常贫穷的这个情况 都能够做出奉献的能力 他们的秘诀在哪里 为什么他们有这个能力呢 而且呢 不是很可怜的 哎呀 算了吧 这个钱 这个本来是我吃饭的 不吃饭 给你吧 不是勉强的 不是很痛苦的 是什么 感谢乐意的奉献 而且呢 满足的 快乐的奉献 本来是吃饭 这个我吃给你吧 很开心的 是不是今天有点问题 是不是教会出现问题 搞乱了 不是 保罗说 马其顿的教会 他们是满有恩典的教会 厚恩的教会 上帝大大祖父的教会 他们秘诀在哪里 秘诀在第九节 第九节 下一个 下一个 第九节 我们一起念 这个是整个经文的核心 整个奉献的 圣命的基础 一起念 你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他本来富足 却为你们成了贫穷 叫你们因他的贫穷 可以成为富足 那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刚才说 我很贫穷啊 我不能奉献啊 教会有什么筹款啊 我都感觉很难受啊 不知道你们进来的时间 有没有看到这个 这个 晕度表 晕度计 是他们某个扩堂奉献 一来一看到 又要钱了 很难过 我没钱了 一个人 看自己是富有还是贫穷 不是单单按照你的 传款的数字 有些人 传款的数字很高 但是心中感觉非常贫穷 有些人传款的数字不高 但是感觉很富足 你听了明白吧 问题在哪里 问题他真的明白 耶稣基督的富足跟贫穷 马其顿的教会 是贫穷的教会 贫穷的人都可以奉献 真正能够懂得奉献的人 他不但是外表的贫穷 他是心中的富足 所以我们的奉献应该成为 富足的奉献 耶稣基督 他是满有恩典 他是富足的 当然这个富足 不是说他金钱很多 耶稣天上的荣华 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 他有能力 有荣耀 有爱 有恩典 有平安 所有都有 他是富足的 他来到地上 成了贫穷 成为人的样子 死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成了贫穷 让我们 本来是贫穷的 一无所有 死在罪恶过犯当中 走向灭亡的道路 上帝的恩典来到 我们因为 相信耶稣 耶稣的富足 来到充满我们的贫穷 让我们 信了耶稣以后 变为真正的富足啊 那各位听众姐妹 保罗 他说 马其登的教会 他们明白 真正的富足的 关键在哪里 不是看看银行的传款 不是看看你的投资 真正的富足 是否是在乎 我们有没有真正的 拥有耶稣基督 有没有真正明白 耶稣基督的丰盛 保罗就明白了 保罗他说 他以前很聪明 很有能力 他宗教的地位 权力名誉都很高 但是保罗在 菲律比书怎么说啊 他看万事如粪土 粪土是什么 臭的 我送粪土给你 你要不要 不要把马上扔掉了 粪土是对我有害的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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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 以耶稣基督为至宝 有了耶稣好得无比 其他事情不再重要 他知道 医生当中 在荣耀的基督里面 他凡事都有 那不是说信了耶稣以后 马上银行传款 架了三个零 不一定 有些人可能在人身上 神赐给他 但是呢 不是按照那个数目的 那个数学来算的 他知道 有了耶稣基督以后 在我们的经济方面 在我们的心灵方面 在我们各方面 耶稣都可以 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 我们一无所缺 感觉我们很富有啊 所以因为有基督 他的贫穷 他的富有 给了我们 让我们有基督的富有 我们就可以奉献 可以帮助别人 可以成为个真正的富有的人 虽然马其登的教会 他们的传款不多 他们的经济很有限 但是他们说 我就是拥有 这些有限的金钱 我都可以帮助别人 比很多很富有的教会 不帮助别人的更富有 对吗 对吗 这个很重要的问题 很多年以前 我们教会御堂有个老人家 他呢 在地上 其实没有什么东西 年纪大了 当然我们不知道 年纪大的人 你给他很多金钱 有没有帮助啊 没有什么帮助啊 你给他很好的东西 他说没牙 没牙了以后呢 他的胃脚也不行了 年纪大了 牙掉了 那个食物的味道 也感觉不到 是吧 好上次的 后来呢 他身体也不好呢 身体不好的话呢 常常要洗肾 一个礼拜三天 那现在已经回天价了 当时很很死身的话呢 很累了 要晕了 健康 不太好 金钱你给你给他一百万 没有身体健康去享受 OK 房子住的 基本的都有 没问题 但是呢 在人看来 教会也不能来了 当年我就常常去拜访他 给他手上餐 他有糖尿病 所以很多吃不能吃 上餐一点点的糖水 还可以喝一下 但是其他够了 不能再太多 糖尿病很严重 每一次看他 你应该说 他太可怜了 很苦啊 对不对 但是呢 他就说 牧师啊 感谢上帝 每次说 他说牧师 他说牧师啊 我不懂讲话 他没读过书啊 不能够看书的 但是呢 他每一次都能讲一句话 感谢神 感谢神 基本上没有第二句话 我说你怎么可以感谢神呢 这么痛苦 他说我就是感谢神 因为我信了耶稣以后 我感觉神很恩典很大 你看他没读过很多书嘛 他不能像我们说很多道理 他是心中的说 哎 感谢主 感谢主 不是装出来的 不是做假的 真的从心里面 有微笑的 有很痛苦 有些时间 哇 洗身 这个打不了 到这里来 开个针口啊 怎么样 真的很痛的 但是说感谢神 感谢神 在我看到他 我没去探访他 我就感觉 哎呀他的生活 虽然不如我 我可以开车 他不能开车 我可以吃很好的东西 他不能吃 但是呢 他一句话 感谢神啊 从他身上 从他身上我看到 他比我还富足啊 是吧 我们真正了解耶稣基督的富足的人 我们的感觉不一样 今天我们是否感觉自己很多地方很窮啊 很缺乏 是吧 工作不好 孩子读书 不像别的孩子 读的是 IB program 哎呀 不像 IB program很重要 不像别的孩子 什么什么 要进大学 进什么 修理 Ivy 什么 我的孩子好像 不如别人 然后呢 我家会比较 各方面都比较 感觉自己 哎呀 真的很穷啊 什么都没有 我们是这样吗 这样的话呢 这样的心态的话呢 就感觉我什么都没有 你就很好的 你给点我就好的 你也给点我 给点我 都能帮助我吧 但是人家帮助你 你就说 你看我不起啊 对不对 很矛盾啊 很痛苦的人 其实他不需要这么想 但是这种感觉 自己很贫穷 贫穷贫穷 越来越没有快乐 新的耶稣以后 思想改变 耶稣他本来富足 为了我们 他变为贫穷 让我们可以富足 我们去想一下 有在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是真的富足的 你单单看自己 什么都没有 其实忽略了我们身上 很多都有 虽然我们的孩子 没有去什么 Ivy School 很名校 但是还真的读书 还愿意 能做一个种植的人 还好吧 虽然我的儿子 没有积什么大名校 还是读神学 为了有机会 侍奉神 感谢上帝 虽然我的各方面 你可以比较 但是呢 你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说 在基督里面 看看是 看看我们自己的生活 有没有真正的领受 上帝的恩典呢 明白耶稣基督的富足 让我们真正的去享受 主啊 我在你以外 其实不太需要 今天 我在想 其实 人生 我问我自己 人生当中 有没有一些盼望 厌望 不满足的事情 有没有 你说有没有 当然有了 我想了一个 我说主 今天讲到了 耶稣基督富足 假如我让这个不满足 我这个需要 成为我人生中心的时间 我说 耶稣啊 我想到今天要讲到 我说主啊 我把这个需要交给你 这个不满足 我交给你 我求你帮助 让我能够在我人生当中 在你里面得到真正的满足 这个需要 暂时的需要 放下来 我们人生有很多需求 只要我们面对我们自己 有很多感觉不满足的 是吧 你不要跟我说 你自己面对自己都知道了 这个我怕我 这个好 好 把这个需要 都带到耶稣基督这个富足的面前 主啊 你是我的一切 求你 让我能够重新感觉你的满足 满足快乐 可以吗 第二个问题 我这个车还不好 这个车还好 还能开动 感谢主 我这个房子 不太好 但是还用房子住 感谢上帝 在天上 在天上不需要什么豪宅呀 是吗 哎呀 还没去什么游轮 古巴 还没去过 天堂比古巴还好 不用担心 可能有机会去古巴 可能比古巴更好的 还是天堂更好 把这个需要 把这个需要交给上帝 我们不要再为这些事情感觉贫穷 主啊 我们要在你里面 享受主的富足 平安 满足 奉献的基础 为什么人能够真正奉献呢 在我们基督徒群体当中 奉献很多的人 不一定是最富有的人 明白吗 有些很富有的人 他居然很多 但是比例来说 倒不如一些 没有那么富有 但是呢 真的心中充满富有的人 他的奉献的比例 可能比那个大富大贵的人更多 谁富有啊 看我们心中啊 当我们感觉耶稣基督的丰盛的时间 我们很自然 哎呀 看到这个需要 主啊 你给我这么多 我就帮他吧 看到这个需要 主啊你给我这个 我就愿意帮他 当然我们有智慧 不要乱来 但是呢 一个心中感觉富有的人 他帮助别人 感觉勉强吧 不会的 这变为甘心乐意的奉献 这个很重要的事情 为什么基督徒 教会常常教导我们要奉献呢 就是因为有个很重要的真理 一个能够懂得奉献的人 是表明他能够懂得明白耶稣基督的恩典 不愿意奉献的人 他还没明白耶稣基督的恩典 这个奉献是我们信仰的核心的一个行动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的核心就是耶稣基督 明白耶稣基督的恩典的人很自然的 所以能够把我们的所拥有的东西去跟人家分享 马其顿的教会愿意跟耶路撒冷的教会分享 我们都愿意 好几年以前 不说好几年 说最近 最近我的孩子们他们英语堂筹款 有一天我女儿过来跟我儿子说 爸爸妈妈我们来奉献 筹码 说了一个数目 我吓了一跳 吓了一跳 这个反应呢 是按照父母的反应 把牧师放下来了 父母 这么多啊 你是开玩笑吧 你还要吃饭呢 你欧小的money还欠我的 我帮你付 你还要还钱的 马上到父母 奉献这么多 然后呢 你吃饭怎么样 你开车的邮费都是我给的 那个父母马上出来了 牧师忘记忘记了 骂完以后 有点不对 牧师自己叫人奉献 自己我都奉献 为什么女儿奉献 我就说他 儿子 儿子没有女儿那么多 女儿要得赚钱吧 但是女儿赚钱很少啊 你知道 弹钢琴开车还好远 二十块钱 开车路费的十块钱了 不赚很多 还奉献 这个书母不行 儿子没赚什么钱 他的钱都是滑稽联会 支持他读书的 都是人家还给他 还要奉献 但是呢 我感谢 后来 那个妈妈爸爸的反应 完了以后 放下来 牧师有出来了 哎 刚才不对 刚才那个思维有的错 当然我知道他们不是乱来的 OK 我也知道他们银行多少钱 啊 不是他们 只是把一部分奉献而已 但是呢 我后来再想一下 把父母的忧虑啊 都放下来 重新去想一下 我说 他们能够把这个数目交给上帝 是个恩典啊 也是 应该是从他们父母当中学过来的 是吗 对啊 他看到我们 哎 知识教会啊 也给了一个好的榜样 他们愿意 效法父母 效法教会的领袖来奉献 现在他们英文堂了 他们起来了嘛 他们愿意承担那个英文堂的责任 他们是在英文堂当中最初的一批 是他们的那个责任 应该为他们感谢上帝啊 各位弟兄姐妹 两个声音 父母 牧师 主 哎呀我感觉 我感觉 感谢上帝 他们能够愿意参与奉献 是因为他们感觉自己很富有 因为他们感觉把这个部分 交给上帝 他们感觉 不会感觉 哎呀我死啊 他没有 他们知道一切都在上帝的恩典当中 而且知道有爸爸妈妈做后台 是吧 有点有点过分啊 但是他 有爸爸妈妈做后台也没错 只是我们人生当中 当我们要奉献的时间 我们的后台是谁啊 上帝 我们只要愿意尽了我们的本分 上帝 他的银行护后永远不会干的 他能够帮助我们 而且呢 还有第三种奉献 第三个道路 第一是贫穷都可以奉献 第二是我们 其实我们真实是富有的 第三呢 我们越奉献 越富有 这个什么道理呢 一般的会计的道理想不通的 你会计啊 你把这个钱送出去是什么 credit还是debic 我都不知道 我读大学读这个会计的科技是不合格的 但是他们三十五分的算你合格了 所以我拿了一个credit 但是我是不合格 credit是吧 但是呢你送去是叫减去的嘛 你的账户当中你送了一百块钱数据 你就玩五千变了四千九百 是吧 一百块钱送了 他没了 但是上帝的数据 算法不一样 当我们越奉献 越丰富 越奉献越多 神赐给我们的更多 留心听嘛 不是说我们越奉献一百块钱出去以后了 神就给我一千块钱 哇好啊 奉献一千块 神给我一万 可能 但是为什么神给我一万呢 要给我再奉献更多 不是我说的 圣经说的 第九章 打开个人的后述 第九章 第六节 这里面有问题 少种的少收 多种的多收 这话是真的 个人要随本心所决定的 不要做难 不要勉强 因为捐得乐意的人 是神所喜爱的 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 使你们 能多行各样的善事 当我们 乐意把我们所有的奉献贡献出去的时间 神呢 多多的加给我们 让我们能够更多的做善事 那这里善事呢 特别指奉献的善事 那吃种给煞种的 吃粮给人吃的 要逼多多的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 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 种子果子都有 叫你们凡事富足 可以多多的施舍 就接着我们使 感谢归于神 那 圣经说得很清楚 我们愿意 因为我们感觉我们很富有 看到这个需要 好 我们就跟人家分享 帮助别人 然后呢 我们就 上帝就更多的赐给我们 对吧 赐给我们更多的种子 为什么 不是我们自己 越来越富有 很高兴的种 赐给我们更多的恩惠 能够再奉献更多 结束更多的果子 仁义的果子 更多的帮助更多更多的人 然后呢 让他们能够把荣耀感谢归给神呢 那你看这个数学的流程 我们很确保 很贫穷 耶稣基督 他的贫穷给我们富有了 我们富有了 有恩典 有真理 有各样的供应 我们怎么讲 感谢上帝 说了一句话 是吧 感谢上帝 然后呢 我们把我们需要的 帮助别人 那可能是金钱 可能是时间 可能是才华 可能是心学 帮助别人 他感觉那个帮助 感觉这个恩典 他以后怎么说 感谢上帝 所以开始是一句感谢上帝 从我们心中发出来的 然后呢 帮了一个人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所以呢 千千万万的人 感谢上帝 投资的 一句话 感谢上帝 帮来千千万万的感谢上帝 神赐给我们 举个例子 我们要奉献 神我们把一百块钱奉献出来 神可能赐给我们两百块钱 好我们再奉献出去 神要又赐给我们更多 更多更多的奉献出去 永远都用不完了 因为上帝是一切的源头 结果 永远可以不断的去奉献 不断的去送出去 让每一个人 更多的人 得到这个恩典 不断的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荣耀归于真神 这个时候我们应该 教会的一个图画 金钱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 其实我们教会 你们大部分弟兄姐妹来的时间 都是我们大概 07 08 09年以后 在05 06年 当年我们开始第一次见他 很艰难的 当时人也不多 而且那经费很不足 但是非常 神的恩典很丰富 让我们从首期可以败款 当年教会发生纷争 大部分一半的人都走了 我们什么人都没有 领师的人没有 弹钢琴的没有 主日学老师都没有 祷告 主啊 请你赐弹钢琴的姐妹过来 不一定姐妹 弟兄都可以 弟兄姐妹过来 帮帮帮帮 神赐了 主人学老师 神也赐了 什么淡琴的 查经的又赐了 很奇妙 在过去几年之间 神赐了很多很多的恩典 人才 天使 金钱都有了 那我们说 哎呀 感谢主 不要华其神在很壮大了 牧师好厉害 弟兄姐妹好厉害 是吗 不是 神赐给我们这些金钱 人才是用来做什么的 不是要 神要建立教会 对 但是不是建立我们的民生 建立我们的威风 建立我们的骄傲 是什么 把我们 要我们把这个恩典送出去 让更多的人得到好处 得到蒙恩 让他们同样的归荣耀归给神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 所以可能你们说 牧师啊 他们常常带去做短 说恩干什么 为什么要跑得这么远 帮助别人 就是要把我们从神领受的恩典 跟他们分享 很奇怪的 我们过去几年受了很多伤害 受伤犯罪嘛 但是神抑制了我们 就把我们这些 蒙恩的蒙抑制的一些经验 去阿根廷给人分享 去蒙古堂给他们分享 去Federton 也能够用得上 很奇怪 神给我们这个恩典 我们可以去每个地方 都可以分享 去亚马加 神都可以用 没想到 原来神赐给我们的一些分裂 医治 到别的地方 成为别人的恩典 神赐给我们的金钱 让我们有今天这个好的地方 我们要把那个神赐给我们的 当别人有需要的时间 我们就去帮助别人 举个例子 我们建塔的时间 西区堂 帮了我们很多 我跟他们说 我没跟执事会开会的 说但是我 我相信我们的执事都同意 当他们建塔的时间 我们尽力去帮他们 他们帮了我们很多 我们是说你帮我一万 我帮我一万就算了 是吧 他给了我一万 我们再给一万吧 其实他们不止一万 就是说一万一万一万 还债 不是还债 他能够 举个例子 假如他能够帮了我们一万 假如他们建塔的时候 我们能够帮五万 神的恩典 是神的联名 赐给我们的厚恩 虽然他们还没建塔 不知道当时怎么样 但是我们相信神是给我们个人的父母主啊 是要我们把这个父母主去帮助别人 补补堂 我们金钱不多 所以当时我的心态 就是我们能够帮助补补堂 他们不需要金钱 他们需要什么 需要人 所以把主任牧师拆去了 所以我过去一年多花了点时间帮忙他们 我说我们不要不要 因为你金钱不多 所以务司去不拿奖元费的 只是你的车啊 油费给了我就可以了 现在他们慢慢站起来了 感谢主 所以我们也定期派了邦传道去帮忙 一祭去一次恩的 这是我们的恩典 去还上帝的债的一个表现 我们去别的地方 我们这个教会呢 奉献的时间 我们要做一个真正丰富 真正感恩的奉献 所以我们把这个信封的一下奉献放进去的话 不是说 不是惯性的 不是自动的 这个是代表说 主啊 你的恩典让我成为富足 所以我现在把我的生命 投资在天国当中 我要这个奉献是个恩相加恩的奉献 这个恩典也不断的增多 这个是我人生的投资 这个金钱不多 投资在你的永恒的国度当中 要让更多的生命得到帮助 更多的人要感谢赞美上帝 这个是代表我的投资 这个信封里面是一个check 而是cash 它是代表我们的心 所以不单单是把那个支票放进去 自己没放进去 每一个支票代表你的心啊 这个是我自己主啊 我因为你的贫穷得了富足 现在我投资在别人的身上 作为对你感恩的一个表现 奉献是用心的 奉献是生命的一个表达 不是跟上帝算 上帝你给我一百我给你一百 因为上帝给我们的 不能用金钱数字来衡量 上帝把他的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 我们怎么可以不把我们的人生说 主啊先奉献给你的 马其顿的教会 他们是先把他的生命奉献给主 然后呢他的金钱不多的奉献给 保罗你带去耶路上的教会吧 今天等一下我们受奉献的时间 我们盼望每一个人都传一个感恩的心 感谢上帝给我们个人的充足 然后呢这个代表支持神的丰盛 神的教会的工作 愿意吗 不要随便的放进去 用心的感恩的心来做一个奉献 我们一起听懂 亲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 主啊因为你 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成了贫穷 让我们今天实在的富足 我们义无所缺 我们以为没有的 其实我们不太需要 我们所需要的 你已经为我们预备了 主啊我们现在 愿意把我们自己奉献出来 交给为你所用 主啊你的国度里面 需要很多的金钱 你的家里面需要人 需要人 需要人才 需要参与 主啊你的百姓当中 需要很多的爱心 鼓励支持 但是主啊求你用我们的生命 我们愿意把它们叫出来 奉献我们自己给你 奉耶稣基督的名道告 好 时间来找公司 我可以用两分钟做见证 我去年参加一个 号角的募款的一个餐会 那时候呢 我们小组的一个弟兄 他是负责号角 这一天 为了 我大输 就会 这 implants 那